在五二戰爭爆發之後 烏克蘭的男子籃球國家隊 無法回國 而臺灣是邀請他們 在五月來臺訓練 國家隊的總經理和球隊防護員 也已經抵達臺灣了 在完成警役之後 下午現身球場 感謝臺灣對烏克蘭的協助 也希望十四位球員可以順利抵臺 也能和臺灣的球員交流 用邦帶幫直籃球員鄭德偉 繞在手上 來自烏克蘭 南籃國家隊的防護員波哥丹 除了在球員休息室給予專業協助 也跟球隊總經理安德里 一起討論臺灣球員狀態 並給予建議 兩人已完成十加七天的居隔檢疫 也期待自己國家隊的球員 能早點抵臺 安德里說南籃 對預計安排十四位球員來臺 也會安排兩國球隊的友誼賽 他更感性地說 許多烏克蘭人都知道臺灣對他們的幫助跟支持 也因為臺灣跟烏克蘭在政治或其他方面都相當類似 彼此都能同理感受可能遭遇的處境 很謝謝各界的援助 球團表示烏克蘭南籃的球隊隊員目前還沒有確定何時能入境 也還有檢疫天數的問題需要政府跟明代協助 目前已有立委中瑞雄等人在奔走 記者王庭陳顯坤高雄報導